第110章 登基 许二叔和许凌月 察觉到她的异常 扭头看向厅外 夜色里 许其安一席天色清紧袍 手里拎着一坛酒 走到了檐下灯笼散发的光运里 再一跨步 便越过门槛 进入内厅 宁艳 喜色从许二叔脸上泛起 她豁然起身 朝折迎上去 婶婶和凌月也绽放笑容 不过前者立刻哼一声 摆出冷淡姿态 后者则欢喜地像个小女孩 跟着父亲一起起身 迎向大哥 二叔 我回来了 许其安笑道 有子归来 一句我回来了足矣 回来就好 许二叔拍了拍折的肩膀 接过他手里的酒 转头朝婶婶的贴身丫鬟绿鹅说道 给大郎准备碗筷 许凌月抓住机会 柔柔喊道 大哥 语气颇为轻快 显示出少女此刻欢喜的情绪 许其安端向着大妹妹 笑容温和 一段时间没见 出落得更漂亮了 完美继承了婶婶美貌的她 在颜值方面出类拔萃 轻力脱俗 五官精致 许凌月脸上笑容更甜美了 轻生埋怨 大哥今日回府 也不知道提前派人吃回一声 我好做一些你爱吃的下酒菜 三人悬急在桌边坐下 绿鹅取来碗筷后 许其安和二叔喝酒闲聊 说起远在雍州的二郎 宁艳啊 你既然回了京城 想必是知道青州失守的消息了 许二叔喝了一口小酒 说道 那想必有去雍州看过二郎了吧 你婶婶一直担心二郎 我就跟他说 二郎就算真有个万一 你早就回来通知我们了 许其安表情僵了一下 青州失守有段十日了 二叔难道没有写信问询二郎的情况 许二叔表情也僵了一下 书职沉默对视 相顾无言 虽然有些不合时宜 但这熟悉的既视感是怎么回事 总觉得以前发生过类似的事 许其安沉溺一下 道 没事 云露书院的三位大儒都在雍州 他们会照看好二郎的 许二叔也只能这般安慰自己 说得对 这时 许凌月找到插嘴的机会 说 大哥 你身上怎么有脂粉味 文言 许二叔立刻用嘴上眉毛 办事不劳的眼神看着 咦 有这么重吗 许其安诧异地闻了闻 镇定自若地说道 刚才和打更人 衙门里的几位同僚喝酒 席上有姑娘陪着 但我一心只想回来 看二叔婶婶 还有妹子你 小座片刻就回来了 许凌月欧了一声 展颜一笑 对这个答案非常满意 主要是大晚上的 也没轻举买了 而且林音不在家 没法看着她 一边脸色猙獰 一边啃轻举的模样 许其安心里嘀咕 许凌月这么一打岔 一家人便又把二郎的是望一边了 许凭志沉吟一下 道 听说长公主要登机 许其安便把大致情况说了一遍 包括自己一定要费永心的理由 风雨飘摇啊 许二叔叹息道 长公主登机之后 你有何打算 许其安想了想 斟酌道 我会先去一趟青州 见一见许凭峰 正是与他话下道来 一较生死 这将是他正是以棋手的身份 代表大凤 代表自己 向云州和许凭峰下战书 许凭志脸色复杂 悲伤 无奈 唏嘘 痛苦皆有 难难道 骨肉相残 父子相枪 何至于此 许其安摇着头 二叔 他不是我父亲 你才是我父亲 我与他之间 必须要分生死 他不会放过我 我也不会放过他 我会追杀他到天涯海角 不死不休 他给许凭志道酒 黑道 许凭峰没有退路了 他知道我不会放过他 当然 我也是 婶婶就说 回头 我就让族里 把他的名字滑掉 逐出许氏一族 婶婶肯定是义无反顾 支持侄儿的 虽然这个侄儿又讨厌 又不会说话 但毕竟是他养大的仔 许凭峰是丈夫的大哥 又不是他的大哥 谢谢婶婶 许其安难得说了一回人话 接着又道 二叔 我在云州还有一个弟弟 一个妹妹 他俩这次随云州使团入京 纯粹是来恶心我的 现在被我关在四天见了 当下把许元霜和许元怀姐妹的事情 包括雍州时的交集 告诉了二叔 听起来人不算坏 好歹也是我许家的血脉 许二叔语重心长地说道 有空带回来见见 别虐待他们 许凌月突然说道 爹 大哥怎么会虐待他们呢 就算他们敌视大哥 跟着云州乱党想杀大哥 处处与大哥作对 但大哥就算受尽委屈念在骨肉之亲 也不会伤害他们 许凭志刚要点头 被婶婶愤怒地拍桌声吓了一跳 呸 就是两个坏种 带回来做肾 婶婶怒道 不许带回府 你好端端地发什么火 许二叔试图和妻子讲道理 许其安看一眼大妹妹 忙说 好了好了 没必要因为他们吵架 二叔喝酒喝酒 许凌月嫣然道 大哥喝酒 乖巧地替他倒酒 你看那云州来的妹妹 只想着害你 不像我 只会心疼大哥 卯时 天蒙蒙亮 皇宫中古月齐名 凑齐辉弘的乐章 登基大典异常繁琐 首先 先由礼部尚书带领群臣 替新军祭祀天地 结束后 新军穿着丧服 祭祀太庙列祖列宗 这两个步骤完成后 登基大典才算拉开序幕 礼部尚书率领礼部官员 前往天坛 农坛 以及太庙 告知神灵与历代皇帝英灵 新军即将继位 待返回后 礼乐大作 气势恢弘的钟声 回荡在金鸾殿外 东宫 怀庆在宫女们的服饰下 穿上大球免 这种制服结构极为反复 有免 中担 大球 悬衣 寻常配套 滚免金式 垂珠十二流 上衣会日 月 星辰 山 龙 华虫六张纹 下长绣枣 火 粉米 棕仪 符 符六张纹 共十二张 因此又称十二张一 穿戴整齐后 两名宫女搬来羽人等高的铜镜 摆在怀庆身前 铜镜中 长公主薄施粉袋 长眉苗重 凸显鹦鹉锐气 她本就是清冷金贵的女子 如今穿上十二张衣 头戴十二流冠冕 华贵威严之气扑面而来 即使是平日里言笑艳艳的大宫女 此刻静大气都不敢喘 垂头低眉 温顺的像一只鞍蠢 世间还有如此霸气的女子 一位礼部官员迈入东宫大门 隔着垂帘 宫声道 殿下 时辰到了 怀庆恩一声 在宫女和宦官的簇拥下 离开东宫 于辉弘中古声中 前往金鸾殿 过金水桥 穿过广场 怀庆行于丹臂之上 目光望向前方的金鸾殿 依稀可以看见金碧辉煌的大殿内 那高高在上的玉座 他脑海里闪过的 是天性多疑 容不得才华横溢子嗣掌权的远景 是两兵斑白的大国手未冤 是算无一策的大奉守护神坚政 是软弱无能 欠缺魄力的永星 当他大秀一挥 端坐于玉座之上 眼里再无任何人影 巨王已 以后是他的时代 不 是他和许其安的时代 他和他是当今大奉 站在权力巅峰的两人 文武百官在礼部官员的引领下 从武门进入 过金水桥 按官职高低 有序地站在玉道两侧 而后 武英殿大学市 坚守府前清书 捧出即位诏书 焦礼部尚书捧诏书至阶下 在焦礼部司官放在云盘 送到司礼太监手中 一身红色蟒袍的司礼剑掌印太监 躬身接过云盘 向百官宣读诏书 赵曰 西高祖皇帝 龙飞击河 迅扫区域 东底静山 西域佛门 人风一声 震荡路河 扫大洲之丸疾 还四海至安康 六百年间 四海成平 黄黄公叶 晖于人黄 汹永兴以树出之姿 四手大叶 秉性不孝 昏溃软弱 上不敬祖 下不爱民 谄媚叛党 人神共愤 朕本女子 和上天眷顾 祖宗之灵 遂受命于危难 至应险于左右 金文武大臣百思众数何此劝尽 尊赠为皇帝 以主前离 免寻重请 于一月十七日及皇帝位 定年号怀庆 大礼继承 所有核形述政 并宜兼举 言罢 遇到两侧 文武百官纷纷下跪 高呼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呼声宛如海啸 震耳发聩 玉座之上 怀庆俯看百官 君临天下 观星楼 八卦台 一席褐色华美长裙的木楠枝 站在八卦台边缘 轻轻摘下右手腕的手串 风吹起她的裙摆和青丝 偏然如摇台仙子 艳惯人间 太阳起右臂 袖子顺势滑落 浩腕凝霜雪 青葱玉纸做出粘花状 木楠枝合眸 低声念叨 吾苑京城花开 向满人间 凡人肉眼看不见的虚空里 生命的种子 从她体内一散 随风飘扬 飘过河畔 河畔柳树抽芽 飘过庭院 平院万子千红 飘过大街小巷 草木风涨 刹那花开 从高空俯瞰 可以看见 叉子烟红的色彩 在京城各处预染开来 花香浮动 心旷神怡 后世史书记载 怀清一年 1月17日 女帝登基 京城刹那花开 暗香十里 天降祥瑞 京中百姓欣喜若狂 出其门 于街中跪拜 高呼万岁 史书没有记载的是 满城花开的那一天 许淫罗在四天见观星楼 插花一整天 木楠枝眼前一黑 软绵绵地栽倒 他没有摔在地上 而是摔进许其安怀里 休息一下 许其安搂着老阿姨的小腰 只觉得世间手感最好之物 便是如此 也只能如此 木楠枝浑身绵软地趴在他怀里 头晕目眩 尼南道 都 都怪你 害我头疼死了 他半撒娇半沉怒的模样 能软化男人的骨头 许其安抬起手 轻轻揉捏他的眉心 胆慨道 世间美人千千万 唯独花神 不可无一 不能有二 木楠枝皱了皱眉 少花言巧语 你便是嘴皮子磨破了 我也不会再和你双修 祝你晋升二品后 我们就两清了 再逼我 我就出家 许其安也分不清 他是傲娇 还是初夜终生难忘 以至于产生心理阴影 知道了知道了 他抱起四十岁的漂亮阿姨 顺着楼梯离开八卦台 木楠枝问题不大 就是消耗严重 有些气虚力竭 所以浑身难受 不死术的灵运还在苏醒中 他能使用的力量有限 满城花开的操作 对目前的木楠枝来说 有些勉强 还难受吗 许其安给他倒了一杯温水 度入些许气机 木楠枝头晕目眩 英明一声 我想休息 双修一下吧 双修能迅速恢复精气神 许其安趁机提议 他不是忽悠 期虚力结实 依靠双修能迅速恢复 远比自然恢复要快 不要 你 你要是碰我 我就出家 木楠枝连忙摇头 翠道 臭不要脸 他绵软无力地侧躺在床上 脚丫子无力地蹬了几下 似乎想蹬掉袖鞋 但没能成功 许其安抓起他的脚 帮忙推掉鞋子和罗袜 我帮你捏一捏 会好受许多 只许捏脚 别想做别的 我是那种人吗 嗯 嗯嗯 你轻点 云露书院 赵首摘戒两日 于今日沐浴 换上了一件崭新的袍子 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带上如冠 花白的胡子 也用剃刀精心修整了一番 顿时 整个人焕然一新 与之前洒脱不羁的狂如形象 天差地别 赵首从尘封已久的柜子里 取出一支竹灭书箱 他用旱金仔细擦干净书箱上的灰尘 背在身后 离开了云露书院 就像当年背着他腹肌游学 千里迢迢来京城云露书院求学 历经千番 他仿佛又回到了少年 前往京城的官道上 传来朗朗的念书声 少小须勤学 文章可立身 满朝朱子贵 竟是读书人 莫道如官物 读书不复人 木南枝一觉醒来 天色已黑 屋子没有点落 漆黑一片 天黑了 睡了这么久 他脑子迷迷糊糊 吃力地坐起身 以手扶额 过了十几秒 昏沉的思绪渐渐清晰 想起了白天一念花开的诗法 没想到恢复得这么快 木南枝感觉除了脑子昏沉 身体状态极好 丹田温暖 像是怀抱火炉 他刚要先被子起身 忽然察觉不对劲 后背凉嗖嗖的 这才发现自己不着片履 一群被扒了干净 接着想起了和许其安回房后的事 捏脚丫子 捏着捏着 就捏到腿 然后就莫名其妙地和他双修了 臭不要脸的 木南枝抽出垫在后腰的枕头 气脑地砸在地上 这枕头还能睡吗 他先被子下床 双手在床边的地面抹黑半天 终于摸到裙子 麻溜地套在身上 这是才感觉大腿根部湿漉漉的 花神是个爱干净的人 也是个懒女人 一想到还要自己去挑水洗澡 木气直就蹭蹭往上涨 套好裙子后 他摸索到桌边 点燃蜡烛 驱散黑暗 房间里静悄悄的 白鸡不在 那把破刀也不在 浮屠宝塔也没有 这让木南枝猜到 狗男人可能还在四天见 他把房间里的蜡烛逐一点亮 绕至屏风后 借着明亮的烛光看去 浴桶里蓄了满满的水 干净清澈 绝对不是上次被他们弄脏了的水 木南枝嘴角微微挑起 又迅速板起脸 哼道 臭男人 还是有点良心的 四天见地底 许七安盘坐在钟里面前 胡一道 你确定 只要敲的次数足够 我就能得到坚证的底牌 钟里在他面前鸭子坐 以确保自己比许七安高一点 弱弱道 乱命锤和气数 命格有关 老师的练气手闸里 也说了 气韵加深者 锤枝可开窍 所以 肯定是给你用的 但我除了当一回青楼妓子 五大郎和读书人 什么都没变化呀 许七安皱眉道 钟里细声道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老师的目的 他留下乱命锤的目的是什么呢 给你开窍吗 但你是二品 根本无需开窍 说完 他歪了歪头 一副考笑你的模样 啪哒 许七安屈指弹在他脑门 笑骂道 你在考我的推力吗 他旋即收敛笑容 斟酌片刻 分析道 监政虽然栽了个跟头 但以他的智慧 肯定会留一些 以防万一的底牌 普通人都知道未雨绸缪 何况是他 那么 如果大凤没有了他 最致命的短板 就是顶尖超凡战力的缺失 顺着这个方向思考 不难得出 监政必有办法弥补 双方战力的悬殊 乱命锤 与气数有关 开窍 思路越理越清晰 许七安脑海里 突然灵光闪现 宛如一道惊雷 披入大脑 他眼光赤裂地 看着钟离手中的小木锤 兴奋的身躯开始颤抖 他知道 乱命锤的真正用途了 抵入大脑 揶 战微光闪现 石人 撤 洒